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出去给他买红鸡蛋 那您小孙子今年多大了 八岁 属虎的 八岁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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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们说说那个 从海里蹦出来的那个人呗 然后呢 那天啊 我正准备出门 就看到远处海里突然爬出一个人来 吓我一跳啊 我就想 这肯定是跳海自杀没死成 后来想明白了 又不想死了 大叔 再问问啊 您孙子生日 这具体哪一天啊 五月初九 五月初九 那杨丽呢 杨丽 查到了 农历五月初九 就是杨丽的六月二十号 成安自杀那天 大叔 我给你打听个事啊 您看看这照片里的人 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从海里蹦出来的那个 大叔 别着急 您也认真真看 看清楚点 是他 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你看这个发型 这衣服 没错 就是他 谢谢你啊 大叔 打扰你了 谢谢大叔 虽然破坏礼堂的时候 万瑶瑶还没有入校 但是不排除 她有可能在入校之前 就认识我哥 是 我们得想办法 找来万瑶瑶亲自问问 喂 胡子 怎么了 老温 有幸线索 晨海跳下之后 有人目睹她从海里 又爬出来了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陈安可能还活着 陈安可能还活着